美国白宫12号宣布 美国国安顾问苏立文跟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10号已经在奥地利低调的举行两天会谈 这是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美中高层首度会晤 王毅老调重谈一中原则 苏立文对此表达重申尊重 但是也强调了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严正表述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苏立文跟王毅见了面 白宫事后才宣布 官员透露两人两天长达八小时 议题包括了台海紧张 区域安全跟乌尔战争等等 据现场官员转述会谈相当低调 却是美中双方高层近期比较坦率 也较具建设性的一次对话 这是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也是去年拜登跟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谈之后 美中最高层级面对面对话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 会中没有提到国务卿布林肯是否恢复访中 或是拜习要通话 倒是拜登自己先爆料 跟习近平通话的安排有进展 却遭北京打脸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 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 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 专家分析 苏立文跟王毅的会谈层级 当然远不如拜登跟习近平直接对话 也无法立刻改善双边关系 但至少打破了间谍气球事件 引发的美中僵局 也为双方高层沟通建立了基础 杨振平编译